哈喽我是一人一车一猫自驾游全国的一样 现在是早上半点半了 我要带小踏板我们去拖他的车子 看看我的水袋 看上面的双 我现在拿小卡片刮呀刮呀刮 到这个 哈喽现在已经把小踏板拉到这个 中美大哥车这边了 那那个车这边这 一般这个情况 柴油车都是燃不起来的 都是燃不起拉着 现在在等小孙过来来帮忙卸车呢 太好了 哈喽 现在呢我去接小孙他们 他们的车子打塞钥匙都塞不进去了 不能 不能 怎么落水啊 全都是刮掉的 请大哥一起吃饭 然后大家吃个饭 一推 大哥开我车去买点东西 不跟我们吃饭了 最爱就散掉了 排到不对 四个小时不停的这样有车过来 你看 他的油 他的油就在大哥那上面 他们等了四个小时 在雪中等的 我的妈呀 冻死了 大哥看到我了 他是从前面过来 前面过来他车的硬开 看不到前面牌照 然后直接就过去了 过去了 然后我后面看到后面的牌照也好像是的 然后还好他直接他也停车了 但是车上有一个人看到了 剩下人也都没看到 啊 超过超过我车去了之后 然后后面他才停 哎呦我天呐 吃完还有个人看到了 没看到的话 冻死在那 我的天呐 那我怎么打个车下回来了 车回来 然后在明天在第二天在走路有点过去 离谱 这也是吗 冻到嘴巴冻紫了 我太幸福了 要不是有我 我给他弄电视台啊 睡到 要不我就 我就直接找了 哈哈哈哈 这一路真的是一个个的都是 看这个是帐篷 经历了啥 不舒服 就一直全部都在帐篷 蓝色的烟在帐篷里面 全是 这个帽子留给你留个念想吧 216救命帽子 哈哈 晚上睡觉你就带着他睡 很好睡 长起来就是头痛 头痛然后小步 后来就发烧了 天老爷呀 你只要在大学里面等了四个小时 那个太受不了 冻着了 我当时我看到你 你涂塌的时候 你的嘴已经 你的嘴巴已经止的不行了 你知道不知道 啊 我带着带着那个头 那是夏天呆的 是啊 就那种冰湿头 是啊 所以说 我还在车里面 你没带我开车好不好 哈哈哈哈 昨天我团队 蒸不开眼的 我妈 他下雪嘛 他他不是下雪 下冰茶的 我 他不是吧 今天 上冰山东西 上冰山 你倒是浪了 这之后就等下 大家 大家一上全花了 买好了 行 修车了你导航了吗 我导 我知道 这气氧局呢 你手机给我导航 我来开拉着你坐 我拿一下 我看猫龙都给你拿着 你不跟我们去吃点吗 大哥 不用不用 那边我们就 那边坐在一起 行 那我再拖你呗 刚刚从我的那个磨盒下面拿出来的这个拖车舌挂钩 我一直以为他是来拖我的 结果我没有想到我是来救人的 哈哈 救我这个惩罚 哈哈哈哈 你就知道我们这一路 你看他也够难的 啊 你好 啊 你好呀 阿姨给你吃一个 就一个了 我刚翻了一下车子 车东西都在营地那边 你好奶奶 那我们走了 嗯 拜拜 很快的我们来到了营地 当地的修摩托车的地方呢 没有办法帮他修 也没有零件 回来的时候 赵哥帮着小踏板 一起去修一下车子 他们来也没有办法 弄好这辆车 赵哥回忆小孙 昨天晚上在雪地里面 休息的那一个事情 小踏板就在这儿 全都是雪 房边全都是水 他都住了一晚上 哦 他已经住一晚上 下大雪 而且周围都是水 全都是水 还下大雪 然后我过来 我说你没有开关 这位有没有房子 他说他没有开 我说你这也 你这全是水 我们怎么住 我就把这摩托车 直接弄到 把他照顾我俩 直接推进去 管你照顾 我说你这就这样住 你就不问人家说 有房子吗 他都没开见 我说你也要问嘛 说一门在外 你就脸皮放厚一点 你有小自己 不受罪就脸皮放厚一点 你还救了他一条命了 然后在这个地方 他又发烧 就玩命了 我就把他又弄在那里面 你困什么 你又不是说你住人 你不困在那里面 你困困什么 就弄 我们两个就两个照顾 我们也不做什么 拐塌了 反正我们就那样 小孙发烧了 我就把我的帽子给他了 我自己再来选一个帽子 戴一下 看老板的店 觉得他的帽子还挺好看的 应该还挺好 保暖的吧 这个不保暖的 我特别总的 这么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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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